當初為什麼要叫選擇 這幾個明瞭的問題來訪問部分團員 我覺得是該拍一部短片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團的想法幾由來 當初為什麼會跳舞其實真的真的也沒有太大的原因 可能就高中打球打一打一打逆的然後大學換個換個東西試試看這樣 然後就像說不然來練練舞看就是跳舞看看慢慢學 其實進去的時候一開始當然什麼都不會啊然後沙沙的就是一直以來都有人一直陪我練下去這樣 當初為什麼會選擇跳舞嗎 其實是因為我們一般啊同學然後那時候有棒棒堂 然後棒棒堂那時候剛開始 然後之後我們班上的人啊就揪著說欸要不要繼續去學跳舞 然後當初其實我不是要練breaking 當初我其實要練popping 然後結果殊不知就欸 一錯誤入歧途就一路跳breaking跳到現在了 對啊 其實也沒有沒有說怎樣就莫名的跟朋友在網路上剛好看到一張ice的照片 ice就是b-boy最簡單最簡單最基礎的一個freeze 對啊然後就跟朋友開始研究要怎麼要怎麼做要怎麼把那個動作做起來 對啊前後大概就練了一個一個禮拜吧 然後當下就覺得蠻有趣的因為學校裡面沒有人會跳就只有你會 你會覺得好像很屌很帥這樣 對啊有時候在故意在穿堂練舞這樣感覺可以吸引很多妹這樣 對啊當初跳如果如果真的要說當初怎麼跳應該也是帥吧可以把妹 對啊可是到現在好像也還是誕生 我在國中升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哥就是他跟他的一群朋友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在附近的國小開始就是練倒立 然後一開始就是跟著他去看看他們練習 然後後來也多了很多就是我們自己這一屆的朋友 一起去國小在那邊互相練習 當時好像也不是youtube就是看舞名吧 然後看一些舞蹈老師在那邊跳舞 然後就在練習 然後後來他們有去教室學 然後我就跟像是現在的團員小P然後一起去就是找一群 年紀一樣的然後去報名然後開成一個班然後去找老師教 這一群朋友一起跳的也還是有一些都在繼續跳這樣 當初跳入這個圈子那時候也滿單純的 就是完全沒有什麼資訊都是練招 後來升到高中影響我最深的是TC的查科老師 那他真的教我們很多觀念 那那時候也是跟小明一起去學 那時候真的是對跳舞來說真的是一種很開心的享受 那時候其實是因為我哥然後就因為我家很鄉下 然後他就考上了比較都市的高級 然後就加入肉身 然後回去就教我一些奇怪的動作 那時候覺得很無聊 只是再更長大一點大概再過了一年半年 然後換我考上了高級 我覺得跳舞這個東西好像在都市很盛行 在生活中應該不可或缺了 其實最早大概在一年半前吧 那個時候來高雄念書然後學校比較偏遠 練舞的人也比較少 所以一直都在找一個固定的練舞地點 然後直到朋友推薦了高音大這個地方 去過之後就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來 然後也在這邊認識了這群朋友們 音樂機會下我跟我學弟也一起被邀約到這個幾乎是以高音大為主的團體 除了跳舞以外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真的沒事就只會跳舞 因為也不會去參加什麼氣球會或什麼幹嘛之類的 然後這樣一路跳到大三大四 好像大三是因為大三下配合我哥的那個就是我們的創業 對然後開始之後每天就是都忙公事而已 然後不太有時間可以再練了 然後整個大四也都都是一直沈浸在工作裡面而已吧 大四就上課上課然後下課就是馬上回家就是忙公事 然後就忙到晚上然後每天就是這樣走而步行 其實我之前的大之前的生活都很廢 然後想說到了大四想要做一些除了跳舞以外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去打工 因為打工也是增加一點人生經驗 然後我現在在伊德里就是日商那這個Nittori那邊打工 對啊其實在那邊也學到了不少就是 對於日本人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制度化 他們上面在上面我都有學到一些不少的東西 而且也蠻累的啦 對 之後因為我對日文也有一些研究 那希望能在我畢業之前也有一些小小的成就這樣子 對啊對啊還有在打電動 現在除了跳舞我想我現在還是跳舞吧 因為就是我對自己跳舞的期許跟野心其實是蠻大的 一直想要就是想拿那個榮譽就是 當下你在跳舞你就想要讓整個場子整個圈子裡面的人都知道你是誰 看到我的跳舞的風格或者是看到我一些獨特的招就知道 那可能就是德克斯特 那可能就是舒芋的 那可能就是小的 很享受這種旁邊這種宣 就是幫你歡呼 最近就是今年也在一場台灣一場蠻大的比賽 就是這個DOTY就是 排選裡面也是100多個可能快將近200個這樣 可是剛好運氣蠻好的 那時候選7個人 然後剛好是地心靈進去 就是離我自己的夢想又更近了一點 因為我現在是大四人 然後也就是再一點就要出社會 然後開始也會慢慢去接觸一些 就是西上現在學的東西 學校學的東西 因為我是那個讀就是文化類的東西 然後就是偶爾我還是會去看一下 像高雄有博二嘛 然後就去看看展覽 學學看一些就是相關的東西 然後去接觸 然後還有就是 偶爾會去去書店看書之類的 因為現在跳舞已經就是要出社會了嘛 然後雖然說大家還是都還在跳舞這個圈子裡面 然後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還是會衝 然後有些就是會選擇自己的 時間上的分配會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決定 就是為了未來 像我們每個團員都有自己的選擇 因為面臨的就是大事了嘛 面臨的就是不外乎就是出去工作 當兵跟升學這三個管道 那我選擇的是想要繼續在升學 當然Beepway是不能放棄的 除了跳舞以外的事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工作 因為我家是在做裝潢的 就發現其實裝潢跟跳舞有蠻大的關係的 因為是家裡的行業 然後自己又很有興趣 那除了這些應該就陪女朋友 該上課要上 嗯 其實這些團員們都來自台灣各不同的現實 其實這些團員們都來自台灣各不同的現實 但卻因為大家的選擇來到這個地方念書 一起跳舞一起生活 其實那緣分也蠻奇妙的 那其實跳舞已經有數年 那認識的人其實是形形色色 但唯一能確定的是 大家在生命中都有一個共同的選擇 那就是跳舞 我覺得不僅僅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然後也互相學習了很多事情 你們體會的也比較多 中正堂 嗯 我們常在中正堂練舞切磋交流 辦比賽活動聊是非八卦 反而變成一個高雄的練舞固定句點 那包括外校的b-boy們 大家也都因為選擇跳舞而來到這個地方 嗯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未來選擇的話 其實 現在當然就是 每個人出社會 人面臨上的選擇其實也不多啊 你不是 你就是一直工作工作 然後進入到這個社會大學這個回圈裡面 每天就是工作 然後假日看能不能放假休息這樣 那當然休息的時候就是 看能不能繼續 當然還是看能練舞 當然會想練舞啊 然後有比賽還是想參加啊 因為那是會讓你開心的事情 然後剩下現在大概就是 努力做自己的創業的這個品牌 然後來講就是把一點一滴慢慢做大 推廣 就是再繼續推廣 然後讓台灣更多的人看到我們這個 讓越來越多人去知道我們 就是高雄有一些創業前面這樣 對於未來的選擇嗎 因為我現在只有在接觸日文啊 然後我想說可以以這方面為基礎 然後再看要往外發展還是 不要往工業啊或者是語文外商都可以 或者是可以同時翻譯也OK 所以我自己還是比較想以跳舞為主 因為其實跳舞就是還是蠻喜歡這個舞化的 就是如果有機會當然還是想成為舞蹈老師 就是為這個圈子多奉獻一堆心力這樣吧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文化 跟people這樣 先往自己實際上所學到的一些專長 然後去試試看 然後也就是盡量能夠播時間出來 跟朋友聚聚練一練舞 甚至我是讀文化系的 我希望可以為這個 接舞這個文化付出 怎樣 價值 那當然最希望的經濟的東西就是 像台灣的龍頭 是台積電 那我們之前也有很多學長 是有進一些相關科系的公司大公司 那他們也是也持續的有在跳舞 就有扣擋之餘 就早上工作 然後晚上練舞 或比賽 然後喝酒 我是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叫我偷來拍這個紀錄片啊 但是 應該是找其他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選擇什麼 選擇什麼 有一個這麼不善於表達的人在拍的 重來一次啊 很燙啊 很燙啊 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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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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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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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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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o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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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